大家好 欢迎关注毛选读书会 每天一分钟 聆听伟人教会 感悟人生真言 汲取智慧滋养 焕发奋进力量 今天我们来听 观世片知 人该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 一 在危险环境中表示绝望的人 在黑暗中看不见光明的人 只是怒夫与机会主义者 二 如果开头做点好事 后来又做坏事 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不做坏事 三 世间一切事物中 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四 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那是不好的 每天难过日子 五 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 或者六十岁 或者七十岁 或者八十岁 九十岁 看你有多长的命 只要你还能工作 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 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 就要有一种拼命精神 六 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 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 靠正确 不靠资格 七 一个人 如果不动动 只是吃得好 穿得好 住得好 出门乘车不走路 就会多生病 八 最聪明 最有才能的 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